《情人节》 其实我觉得最难忘的情人节应该是我第一次去约会的时候吧 因为我小学中学都是女校来的 然后到了Junior College的时候 就终于说有男生 身旁都有男生 然后情人节的时候就情人节的前几天就收了花什么的 然后就有个男生约我出去 那其实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然后就是出去约会 我觉得很尴尬 因为就觉得好像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然后我跟那个男生也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那我真的觉得今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所以我觉得就第一次吧 第一次比较难忘一点 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不知道说什么好 然后出去约会又觉得好像很尴尬 所以那个第一次的经验比较深刻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二人世界 我觉得现在太多的庆祝方式 到处都是有很多的很特别的方式来鼓励人家说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去哪里吃饭 应该买什么礼物 应该做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最直接最感动我的一个方式 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晚餐 就要跟我爱的人在一起 我就很开心了 哈喽大家好 在这里祝所有风华读者 情人节快乐 那希望你们莫得开开心心的 大家好 我是欧萱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